林哲夫教授是我們尊敬的臺灣民主前輩 他的一生都堅持走在非暴力民主化 以及本土運動的道路上 他的思想和習動 是我們今天所享有的自由和民主的重要基石 林教授不僅有強烈的臺灣意識 他更甚至要以實際的行動 來追求臺灣民主的重要性 所以當他接觸到城鄉宣教運動 也就是URM 的時候 他看到了臺灣民主運動的契機 在加拿大URM 總部的秘書曾經回憶 林哲夫教授第一次走進他們的辦公室的時候 臉上泛著明亮的光輝 URM 強調愛與公義的非暴力抗爭 也代表組織人民爭取權益 這也成為林哲夫教授在追求臺灣民主的行動上非常重要的信念 林哲夫教授也是臺灣舉辦URM 訓練營 凝聚了對抗獨裁政權的運動力量 也在解嚴前後請門許多人的民主意識 臺灣走向民主的這條路從來都不是平順的 但林教授秉持愛與非暴力的精神 帶領大家一步一步走向 有尊嚴 有民主 有自由的臺灣 在《聖經》裡有一段話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 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 我信得到我已經守住了 我們要謝謝林哲夫教授替我們在前頭打了 美好的仪仗 更用它柔和和謙卑灌溉了我們生長的這塊土地 長出了民主的果實 我們會記得林教授為臺灣所做的努力 也會守住他一生追求 並且實踐臺灣民主的信念 未來的道路上還有很多挑戰 但只要我們團結一致 堅守公益和自由的價值 臺灣的民主就會繼續前行 直到共享豐盛果實的那一天 謝謝林哲夫教授 也願上帝祝福臺灣 謝謝 感谢